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與我們同在 我今天題目叫做愛相隨 我曾經因為我要講台語場 所以台語場我說我會訂這個題目叫做愛對囉 雖然台語其實如果直接翻也可以這樣翻 聽三對 聽三對 但是我覺得愛對囉比較貼合那個字面意思 我們今天讀的菁姐就是愛對囉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是有一個原因來到這裡 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剛好因為今天早上下大雨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在禱告說 到底有多少人會來呢 但是想不到一睜開眼睛之後就這麼多人就坐在這裡了 而我相信一件事情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不是偶然而來的 我相信我們都某一個原因 而那個原因不曉得是誰規定你們一定要坐在這裡的 還是爸爸媽媽叫你說一定要不坐在這裡不行 所以一定要在這裡 還是你是甘心樂意的來 其實我相信我們生命都有不同的階段聽見不同的聲音跟要求 但是我一直深信 是上帝的愛把我們圈在這裡 所以我要邀請你 那個跟你旁邊的人說一點話 跟他說很開心你在這裡 雖然現在不太能夠接觸 你也可以用你的手肘跟他接觸一下 快點來 跟他說 上帝愛你很開心你在這裡 旁邊沒有人 沒有關係你可以跟我講 你可以跟我講 我們一起來祷告 主謝謝你 因你是我們的主 你牽引我們來到這裡 你幫助我們開我們的耳朵 聽見你要對我們所說的話 求主與我們同在同行 祷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不曉得我們有沒有那種 哭都哭不出來的那一個時刻 我記得二十年前的一天早上 我在跟團契 教會的團契要準備出遊 有三天的旅行 我們都計畫好了 就是我帶著他們出去 那天早上我媽媽打電話 一早要出發前 我媽媽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婦人 爸爸過世了 趕快回家 我聽到這個話 馬上交代一切 就趕回去 但是在當下 我聽到只覺得眼前一黑 好像我過去的世界都崩塌下來的 我過去所知道的世界好像都崩塌下來的 就在那一條回家的路上 就在那一條回家的路上 我爸爸最好的那一個朋友來到來到我家 為我們禱告的時候 他邊禱告邊哭 我那時候才被他那個哭泣 我才第一次為我的父親流淚 我最近在整理電腦的檔案 在整理的時候剛好有一個名字從電腦螢幕跳出來 看到這個名字 然後想著我在寫這些文字的當下 我心裡面不由自主的嘆息說 已經兩年多了 這一家先是小女兒 再來是父親 最後是生病最久的大女兒 在兩年之內相繼被上帝給接走 我還記得那個當下 我在寫那個講道篇的當下的心情 我打開聖經 打開電腦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寫 因為我寫到大女兒的安慰禮拜的講道篇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該寫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我能夠說什麼 好安慰這一家人 於是我是這樣禱告 我跟上帝禱告說 上帝啊我都不知道我能夠做什麼 我還能說什麼 來安慰這一家 我還很清楚 那個打開 因為剛好講道篇都有日期 都知道他寫的時間 我還記得那個日期 我還記得那個日期 兩年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生命裡面都有那個突然來臨的那個悲劇 當悲劇發生的當下 常常讓我們受不了 當我們所深愛的人 深陷在痛苦裡面 有時候我們只能禱告 甚至當他被上帝接走的時候 甚至當他被上帝接走的時候 我們當下 只能像 台語有一句話叫做 我無能威力 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哭上帝說 上帝啊 我要抓住你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不能替他痛 而這種傷痛 有時候大到連哭都哭不出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因為這就是路德記的背景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讀的路德記的背景 這個原本住在伯利恆的猶太家庭 他們因為饑荒就離開家鄉 來到摩押 你們要知道 這個故事寫得非常的輕描淡寫 但是伯利恆原文的意思叫做米糧之家 就好像台灣的嘉南平原一樣 所以伯利恆是巴勒斯坦的嘉南平原啊 是專門出產米的地方啊 連專門出產米的地方的人都要逃離那個地方 那你可見那個饑荒有多大 按照摩西的預法生命記23章 摩押人是猶太人主要的敵人之一 所以這表示這家人 為了活 為了可以活下去 我們可以說他們饑不擇死啊 連他們的敵人他們也去投靠了 什麼都顧不得了 路德記第一章第三節到第五節是這樣說的 一起來讀一次這張簡簡 來 後來拿爾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他和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 一個名叫爾巴 一個名叫路德 在那裡住了約有十年 馬倫和基蓮兩人也死了 剩下拿爾米 沒有丈夫 也沒有兒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學家告訴我們 在路德記前五節當中 這家的男人全死光了 甚至 這個交代連他們怎麼死的都沒有交代 所以神學家說這三個人不重要 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對於在乎他們 愛他們的人 特別是拿爾米 爾巴跟路德 他們必不是如此 或許不想多說的原因 是因為每次提起來 每逢想到 他們都會心痛到不知道怎麼回應 因此路德記第一章第六節 告訴我們接下去 他們發生的事 一起來讀正安靜姐來 他在摩押地 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 試糧食給他們 柏利恆終於像個柏利恆了 對吧 柏利恆終於像個柏利恆 意思是柏利恆終於出產米了 這就是柏利恆終於像個柏利恆了 所以他一聽到 那爾米聽到這個消息 應該就是這個消息讓他決定 回到柏利恆 離開失去丈夫跟兒子傷心地的好時機 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 哪爾米不在摩押的地方 就請他的兩個媳婦回家呢 回家 為什麼要走到半路 這是發生在半路中的故事喔 為什麼要走到半路 哪爾米才請他的兩個媳婦回家 那是因為遭逢困難的那十年 我相信哪爾米唯一的安慰就是這兩個媳婦 他們相依相伴 才可以真正度過這些苦難 因此哪爾米捨不得 不過當他們踏上了這一條回家的路 對哪爾米來講是回家 但對兩個媳婦來講是離開 懂這個意思嗎 哪爾米是回家喔 但是對這兩個媳婦來講 叫做離開 當他們踏上這條路 越走越遠的時候 哪爾米心裡必然反覆思想 終於下定決定要說分手 路德記第一章第八節是這樣說的 一起來讀這段經節 來 哪爾米對兩個媳婦說 你們各自回娘家去吧 願耶和華恩代你們 向你們代已故的人和我一樣 不要太親呼這一段經節 因為這裡的原文的意思 真的是母親的家 我要告訴大家 這是古代文獻當中 古代的當代文獻裡面 非常罕見的記載 因為那時候一般是撰寫 你們回家是回父親的家 為什麼 因為難道是母親決定婚事嗎 不是 那個時代都是父親決定婚事 而他們又不處在華人世界 只有華人世界才會說回娘家對不對 所以我們讀到很自然對不對 我要告訴大家一點都不自然 因為這在當代來講 這是古代文獻裡面 非常罕見的一個記載 因此還有人猜路德記是不是女生所寫的 願上帝恩待你們 願上主以仁慈待你們 這是納米非常真心的祝福 她希望她的媳婦還年輕 你們還可以再嫁人 你們可以得著供應 親愛的弟兄姊妹以前的女性 才沒有像現在的社會可以出去工作 他們可以得著供應 是來自於他們的先生 他們的父親 以至他們的兒子 因此 拿爾米真心祝福他們 更希望上帝在這一個歷程當中 以仁慈對待他們 他們可以跟上帝建立關係 拿爾米在這一次真正的告別 因為拿爾米要說 我沒有能力 我沒有能力讓你們接下來的人生有意義 因此回家去吧 路德記第一章第九節 接下去就這樣說 一起來讀真人經節來 於是拿爾米與他們親吻 他們就放聲大哭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是我們讀路德記到這裡 才第一次聽到他們哭泣 你聽到了嗎 你聽到經文在告訴我們 他們在歷史的那端 的哭泣了嗎 而這次的對話 就在這樣的歷程當中結束 對這三位女性來講 死亡的陰影追上他們的丈夫 他們無能為力 更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而哭泣 我要告訴坦白跟大家講 哭 只要有人開始哭 好像我們就會開始哭 因為哭泣就好像是傳染病 只要有人開始哭 我們就會不由自主的心酸難過 就在他們因為這鄉離而哭泣 拿爾米做出了一個解釋 路德記第一章第十三節 拿爾米做出這樣的解釋 他們哭 哭成一團 接著拿爾米說 一起來讀這段經節來 我的女兒啊 不要這樣 我比你們更苦 因為耶和華伸手擊倒我 這句話充分表達出 拿爾米心中的絕望 挫折痛苦 甚至是憤怒 我不曉得我們有沒有跟上帝說 上帝啊 為什麼這些事要臨到我 為什麼 是這樣的一個結局 而當他說了這句話之後 又惹動了他們的第二輪的哭泣 親愛的弟兄姊妹 寡妇撕掉他的兒子 全無希望 這同樣也是一句邂逅語 怎麼可能能夠不哭呢 烏迦福音第七章就記載一個故事 當耶穌來到拿音這個城市的時候 聖經這樣告訴我們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節到十三節 一起來讀這段經節來 當他走進城門時 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 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 而他母親又是寡婦 城裡的許多人與他一同送兵 主看見那寡婦就怜悯他 對他說不要哭 不要哭 那是因為耶穌聽見這同行陪伴的許多人 在那邊隱隱的哭泣 不要哭 是因為耶穌聽見了這寡婦 生命裡面哭吼的聲音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學家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Hans Kuhn 這位神學家說 當我們遇到了巨大的傷痛 我們常常為了安慰別人 就安慰說 不要傷心 因為苦難是上帝化妝的祝福 Hans Kuhn認為 你不是他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他認為苦難從來不應該被篡改 被縮小 被美化 在失去希望的地方 人會被推到極致 會推到邊界 而在邊界 我們會問上帝 上帝啊 為什麼 我們會哭泣 甚至會躲起來哭 不讓你知道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那深層的黑暗當中 在那哭都哭不出來的時刻 我要請你抬起頭去聽見 主那跨越時空的聲音 他將會命令我們說 不要哭 路德記第一章第十四節 這也是我們今天讀到的第一段的經節 一起來讀第一章的十四節 一起來讀 來 兩個媳婦又放聲大哭 二八和婆婆吻別 但是路德卻緊跟著拿而民 好緊跟著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讀到 就位聖經裡面非常罕見的 第二個動詞 剛剛我們讀到的是名詞 叫做娘家 這裡我們讀到的是緊跟著 聖經裡面 就位聖經就這兩處 另外一處出現在創世紀第二章的 第二十四節 那裡在表達亞當跟夏娃的連結 所以緊跟著 其實代表的是一個非常深刻的關係 緊跟著是一種愛對囉 你到哪裡我也要跟你 的那一種關係 而這種關係不只在夫妻之間 他同時也在婆婆跟媳婦之間 他同時也在姐妹之間 他同時都在我們的關係當中 因此我們才會聽到這個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都非常著名的 告白的誓詞 路德記第一章第十六節到十七節 一起來讀這一段非常著名的好像是事實的告白 一起來讀來 路德說不要勸我離開你 轉去不跟隨你 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 你在哪裡住我也在哪裡住 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死在哪裡 你死在哪裡我也死在那裡 葬在哪裡只有死能使你我分離 不然願耶和華重重懲罰我 路德的回應文明後世 他因為這個捨不得 那個字很難翻譯 捨不得或相連 形容那個最深的關係 在這好像尾聲的事實當中 路德親口告白 我願與你同住 同國 更特別的是 他把拿爾米的上帝 當作自己的上帝 不管他之前是信仰什麼神 他將自己完全交托給上帝 甚至因為在古代近東當中 他們認為需要死的時候要跟台灣華人的觀念非常相似 叫做落葉歸根 所以死的時候要回去葬在自己的故鄉 就像創世紀我們讀到雅各跟約瑟都是如此 但路德在這裡卻說 你葬在哪裡 我也要葬在那裡 可見他的決心 而他這種愛相隨 才終於止住彼此的淚水 我們剛剛有讀到他們是不是流好幾輪的眼淚 他們流了好幾輪眼淚 而到這裡 才終於止住 他們的對話 終於不是用哭泣來結束 我是我家裡最小的 我上面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 所以我小時候最愛跟著他們跑來跑去 所以我小時候會看漫畫都是他們害的 因為我二姐非常喜歡看漫畫 然後我後來很喜歡看武俠小說 這一點我二姐就沒辦法比得過我 不過我相信 他們那時候一定覺得我很煩 我相信他們那時候一定覺得我很煩 因為我是個愛戴羅 愛跟著到處跑的那一個 可是聖經其實正在告訴我們人跟人之間 那個莫名把我們牽在一起的關係 是因為上帝的愛 才讓我們彼此相像跟彼此相熟 有時候那是超越真正的情分 血緣的情分 那是擁有上帝的愛的連結 在中國經典小說《紅樓夢》裡面賈寶玉這樣說 女兒是水做的 雖然在華人的傳統裡面 有男兒有淚不清談的說法 但在最哀傷徹底的絕望中 誰能不哭呢 烏斯特這位教授 當他那25歲的獨子 在登山的時候歷難 他寫下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孩子你忘了說再見》 他回顧當他聽見兒子歷難消息的時候 就好像眼前就好像一片黑 在書中他這樣寫 我們需要上帝在哀痛中臨在的確據 多於我們需要知道為什麼 我們好像非常想要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我們最近聽到非常多人 甚至很年輕甚至很老邁就死去 一開始都是追問為什麼 但最後我們只需要這位烏斯特夫的教授 他說最後我們只需要知道 上帝在我的哀痛中臨在 我相信上帝對拿爾米的愛與同在 就在他回家的這一條路上 就透過路德的告白 來悄悄回應他 雖然他這時候還不明白 而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就叫做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或許我們都會經歷那些黑暗的時刻 但我們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的愛會在其中默默悄悄的 甚至不動聲色的就臨到我們 臨到的時候甚至當下我們還不知道 因此我們真需要學會聽見 我們不明白 拿爾米跟路德走了多久才抵達伯利恆 但是在那一個年代 兩個婦女一起同行是一件很罕見的事 因此惹來伯利恆全城的驚訝 路德記第一章第十九節是這樣說的 一起來讀這段經節 來 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伯利恆 他們到了伯利恆 全城因他們騷動起來 婦女們說這是拿爾米嗎 十年 十年 十年絕對會讓一個小女孩變成女人 十年也會讓一個的滄桑變化 加上旅途的辛勞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拿爾米的體貌變化之大可以想像 而更不一樣的是 當他們離開的時候 是擁有丈夫跟兩個兒子 當他回來的時候 身旁只有一位陌生的異鄉女子 因此他才會這樣回應 路德記第一章的第二十節 他是這樣回應說 不要叫我拿爾米 要叫我馬拉 你們剛剛都已經讀到拿爾米原文的意思 叫做甜或美的意思 意思是你如果叫我拿爾米 那不是諷刺我嗎 你如果還叫我拿爾米 那不是對我生命當中最大的諷刺嗎 而拿爾米這回應 也就是當下他深刻的理解跟感受 因為接下去他是這樣說的 因為全能者使我受盡了苦 拿爾米進一步延伸他的苦難 因為他說他就像約伯 一夕之間他的兒女禁師 產業禁眉全身長倉 就像現在的拿爾米 苦難突然臨到 他無法明白其中的道理 更看不見自己的出路 他只能埋怨上帝 路德記第一章二十一節 講得更透徹 一起來讀這段經節 來 我滿滿地出去 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 耶和華使我受苦 全能者降貨於我 你們為何還叫我拿爾米呢 不要忘記他們是因為肚子餓 才被迫離開家鄉逃去磨牙 換句話說 拿爾米在這個時候 才深刻的體會到 我肚子餓沒關係 但是如果我身邊有那些我愛跟愛我的人 我是滿的耶 現在即使我回來 我肚子裡面有東西 我還是空的 因為我失去了我所愛跟愛我的人 所以 拿爾米的這種感嘆 正是在感嘆自己生命裡面的失去 我以為我以前 要追求的 擁有 但事實上 那些 那些並不竟然真讓我滿足啊 上帝啊 你怎麼讓我空著回來 上帝啊 你怎麼讓我活得這麼空洞 讓我的生命失去了意義 馬街醫院跟長庚醫院的前院長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羅惠夫醫師 他是一位美國的宣教師 他是創設長庚醫院的院長 他的職業雖然是醫生 但是他是宣教師 他的夫人也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羅白如雪 在一本書裡面 他寫一個對台灣的回憶錄 這本書叫做戀戀胡爾摩沙 他在這本書裡面回憶寫著說 我最小的兒子 Dick 五歲的時候 我們暫時離開台灣 回到美國 休假六個月 這個是每個宣教師 如果我們大概知道 在教會裡面大概知道 宣教師或在學校 在神學院工作的老師都一樣 這個我們稱為Sabbatical 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 每七年就會有一個安息的時間 好好休息的意思 那他們 他最小的兒子 Dick 他五歲的時候 他們回去 休假六個月 Dick捨不得離開我們的台灣女傭 阿俠 因為從他出生後 就是阿俠在照顧他 他們在美國過了一個月 Dick很想打電話給阿俠 就求他的媽媽說 我能不能打電話給阿俠 然後羅白雪雲 路雪媽媽媽就問他的兒子說 阿你想跟他說什麼 他兒子想了半天 他想不起來我到底要說什麼 然後Dick是這樣回答的喔 Dick說 我只要坐在那裡 過一會兒我會聽到他的呼吸 他也會聽到我的呼吸 他會知道我在這裡 我也知道他在那裡 這樣就夠了 其實是很小的五歲的小孩 那一個很單純的心意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時候甚至只要願意去聽見彼此的呼吸 那或許就是最好的溝通跟愛 有時候在巨大的痛苦當中 我們難以言說 我們甚至說不出來 但親愛的弟兄姊妹 幸好我們有上帝 就好像約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節 在告訴我們的事情 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節 道成為人 住在我們當中 充滿著恩典和真理 當我們遇到巨大苦難 甚至痛到哭不出來 沒有辦法解釋 用言語說不出道理 因此上帝 道成為人 這就是上帝從未撇棄我們的記號 這就是他聽見我們痛苦的時候 因此每當我們受苦的時候 我們蒙受那個痛苦的時候 要記得抬頭仰望 記得他正與承受苦難熬煉中的我們同在 就像潘霍華在納稅的監獄當中 他這樣寫 只有受苦的上帝能幫助我 就好像第一章我們讀到這個故事的最後一節 作者這樣說 一起來讀這段經節 他們到了柏利恆正式開始收割大賣的時候 這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上帝不是透過話語 上帝是透過季節變換的歷程 正在告訴他們 放心 你們可以得到飽足 放心 你是滿的 上帝用一個很特別的自然景象 從來沒有用說話 不一定用真實的話語 在告訴我們說 放心 你雖然說你是空的 但你要知道你是滿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雖然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那時候很苦 甚至埋怨說我兩手空空 讓我們相信他上是必然豐盛 而他的愛必會隨我們到底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主 謝謝你與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 經歷你的愛 你在我們的哭泣裡面 你也在我們沒有哭泣的時候 我們深信 當我們軟弱 痛苦的時候 甚至痛到哭不出來的時候 你要與我們同在 求主幫助我們 記得你的愛 必然與我們相隨到底 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